看見黃網線車輛緩緩停下 一輛黑色轎車忽然硬切到前方 駕駛很火大 但這還沒完 黑車突然加速倒車 猛撞之後往前逃逸 一切來得太突然 駕駛呆愣在原地打電話報警 沒想到對方又折回來 我現在人在三峽這邊 我被人家刻意直接倒車撞我 拼頭男猛敲車窗不知想幹嘛 駕駛請員警趕快來 但對方這時又開流 發生在三峽街頭的荒唐市還沒完 撞車挑釁後 他開到附近 輪到另一輛銀色轎車遭殃 車屁股直接被猛撞 拼頭男再次落荒而逃 我坐公車來了 我車在那邊撞我坐公車來了 你撞完你有打電話報警嗎 沒有 警方一口氣 在他車上搜出兩把刀線 甚至還有防狼噴霧器 酒測值雖然為零 但男子表示自己有吃安眠藥 共稱是精神不濟才會釀貨 而交通無貴部分罰單至少八千兩百元起料 還要吊扣駕照三個月 除了吃下罰單 蔡信平頭男還將被依毀損及設違法送辦 兩輛哀撞轎車的維修費用 車主說至少超過十萬元 這筆帳也要由蔡信男子全額負擔 三地新聞新北市綜合報導